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热身保留抗症已经超过10年 这些阿公阿嬷平均年龄也已经超过80岁 可以看到热身重建 看到热身已经被拆得支离破碎的大门口 再被重建起来 会是他们最大的安慰 也是留给台湾非常重要的警惕和资产 政府本来是要把热身拆光光 但在大家和愿民一起的努力之下 我们保留了一部分的愿居 这10年来每一次抗争的成果 都是愿民和社会大众一起聘尽全力 爭取来的成果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重建热身的大门口 这会是未来我们要重建热身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和开始 现在可以完整重建热身的大平台方案 已经送进国发会进行审议 但现在还是有部分的技术单位 常立了杯葛和阻挠 所以我们才要来到这里 告诉政府 我们没有忘记热身 我们没有忘记过 要重建热身的这个心愿 是发生了 withouting 所以这个技术 是十一六六六八 台湾山的远表 我们希望子 这也是国家的主催 五四那都是国家的主催 所以希望在這個黨內新的政府 有什麼平衡政出來 這有17條的這個線路 只要年5條出來 這大平台可以回合 貴旗獨身那一套 那個美麗的競選就對了 台北縣政府也就是今日的新凡市政府 在98年9月7號的時候 他們因為妥協沒有把樂生指定為古蹟 而將樂生療養院指定為歷史及文化警官的同時 其實法律規定歷史文化警官 這個部分是有主管機關的一個責任 主管機關他必須要召開一個審議會 召開審議會做什麼呢 參加制定一個完整的一個文化維護的一個保存計畫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指定古蹟歷史文化警官之後呢 過了18天 台北縣政府也就讓鐵運局開始在樂生裡面進行施工 以至於到今天 樂生院裡面 種種的一個殘破的狀況 我們都可以知道 台北縣政府也就是今日的新北市政府 他們做了什麼嗎 所有的相關的行政義務 他們一個都沒有做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來到監察院成請的原因 我們希望監察院能夠 就新北市政府相關的維持進行調查 除此之外 我們也要在這邊跟德森尿養院的院民說 過去因為歧視 因為污名 所以我們撥走了他們的人生 我們再因為不當的公共政策 再因為所謂的捷運要通車 我們再搶走了他們的家 他們的人生 他們的家 我們都賠不起 但我們能做的是 從現在開始 我們把他們的家 蓋回來 也因此 我們要呼籲 我們的政府 過去的種種作物 都已經無法挽回的同時 我們現在的機會是 我們可以把樂生 處於我們台灣的文化資產 完整的蓋回來 這是我們 能留給我們後代祖師 唯一的一個機會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的資產課 他曾經發一個公文 他當時說 樂生兩頁的這個地方 如果不影響捷運 騎乘跟增加工程費用的狀況下 他會趕快進行調查程序 公告指定為古蹟 但他說如果沒有辦法 就是的話 他就會把他拆遷重塑的方式 但是不指定為古蹟 那我們從他當時 他們發的公文 就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政府機關其實是心裡非常清楚 樂生是具有古蹟的價值 他本來的身份 應該是被指定為古蹟 現在會變成 只是文化景觀 跟歷史建築 是一個妥協後的結果 是因為政府工程至上 他不願意去考慮的一個結果 當初用以捷運通車的理由 來去拒絕給樂生的法地地位 這個事情 事實上已經消失了 因為捷運在106年的時候 已經通車到回籠了 我們希望新的政府 要去矯正去面對過去的歷史錯誤 還是要重新把它指定為古蹟 那第二個我們想要提醒的 當初樂生在拆除的時候 政府說的一直不是 我就把它拆掉 說的一直是我們要拆遷重塑 98年已經拆掉了 98年5月就拆掉了 過了這麼多年重組在哪裡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去遵守他的承諾 用大平台的方法 把那些過去拆掉的建物 再重新重組回來 樂生大平台 樂生大平台 重建一起來 重建一起來 拿出改革破例 拿出改革破例 給我樂生平台 給我樂生平台 拿出改革破例 拿出改革破例 給我樂生平台 給我樂生平台 我們為任命 將重建樂生的這個布條 系到行政院的大門口 一邊綁著我們的口號 一邊喊著我們的訴求 重建樂生 重建樂生 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 給我樂生平台 給我樂生平台 重建樂生 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 重建樂生 重建樂生 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